好,下面我们来看33课的第二段 首先看屏幕,先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这句话说 这是仅仅承接第一段 就是假如没有知识的好处的话 文明将是怎样的一副样子呢 这是个摄文句,作者自文自答 那么这仅跟着说了 这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肯定 那certain是确定无疑的 这个冒号后面,这个that 这个整个这个丛句 这是可以看作前面那个so much 可以看作的同位语了 什么可以肯定呢 是这么多的东西是可以肯定的 整个黄颜色的 可以看作前面so much 这个代词的同位语 什么是可以肯定呢 that we would have doctor and preacher and lawyers and defendant marriage and births 我们依然可能还是会有我们的医生 和传教师 律师和被告 还有婚姻和生育等等等等 我们正常生活还是会持续 到没有该有的东西还是有 先等整个做了一个让步 这个是肯定的,确定无疑的 为什么这里面用的是无疑的呢 这依然是包含在虚拟器里面 依然是假设如果没有知识带来的好处的话 其实有的好处 如果没有的好处的话 那么这些东西是确定的 还是有 这相当的圣词讲过 preacher是牧师传教师 defendant是被告 这么说了 but 并列廉词引出并列句 转折了 跟前面的so much句子并列转折了 他说但是怎么样呢 Our spiritual outlook 这个圣词中讲过了 叫精神面貌 我们的精神面貌 would be different 将会跟原来不一样 这个would be 用would依然是处在虚拟器中 相当于虚拟器的主句 相当于还是 如果if there were not its benefits 如果没有知识带来的好处的话 会是这么个情况 生活还可继续 但精神面貌就会大不相同了 这句话从文法把它看就行了 没有特别复杂的词法 咱们来看第二句话 他会进一步去描述 那精神面貌怎么一个不同呢 他下一步展开来说了 we would lay stress less stress on facts and figures and more on a good memory on applied psychology and on the capacity of a man to get along with his fellow citizens 他说我们可能依然 就不那么特别重视事实和数据了 而更加重视好的记忆力 什么更加强调我们的应用心理学 更加重视或者强调 一个人与他的同胞融洽相处的能力 这是精神面貌 有一方面的不同 这个等于是我们把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当做一个断手句 然后后面来展开说明 怎么一个不一样 没有教育之后后果是什么 这个wood依然处在虚拟性中 假如没有教育的好处 对吧 lay stress on是固定答备 咱们以前讲过 可以表示重视 或者是强调什么什么 在第一段中我们就讲过 这个stress在这些名词 前面这个lay也可以把它换成put p-u-t这个put 然后后面这个stress也可以换成名字emphasis 后面借词可以叫on或者opon都行 那么就不那么特别重视事实和数据了 都没有考试了吗 没有知识没有考试了 实实数据不那么重视了 and more on good memory 更去强调记忆力好了 more on这几个位移动词是并列的 重复都被省掉了 写全了一个是lay more stress on 但lay和stress这词都有了 把那个都去掉之后 less或者more这必须留下 后面借词结束的话 留下借词 咱们在以前28课咱们就讲过 并列的位移动词 如果都一样的话可以省略 但如果借词结束留下最后的借词 这是咱们以前28课就讲过的知识 并且更强的什么呢 更强的好的记忆力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考试了 也没有文字了 那么一切都得考人的记性好 相当好的记忆 强的应用心理学 应用心理学 就是人跟人融下相处的能力 怎么揣摩 什么在一个部落的人的心思 是怎么什么是去八级上级 欺负下级 更强的这个 更强的on 这个on跟前面那个还是 lay more stress on 这个more都有了 就只剩下on了 更强的应用心理学 更强的一个人 与他的同胞融洽相处的能力 get along with somebody 表示与某人融洽相处 fellow citizens 就某人的同胞就好了 fellow Chinese 怎么说中国同胞 fellow citizens 就是同胞就行了 fellow 后面跟词表示身份地位相同的人 咱们以前说过 像fellow doctors 医生同事 什么fellow actors 演员同事 等等等等 是这么一个 那fellow students 就同学了 那fellow citizens 就同胞 同一个国家的公民就好了 好 这是这个里面 这句子里面重点呢 就是我们看到 畏语动词的这个省略 lay stress on 不说了 我们在上边 曾经说过 那这看看 这个畏语动词 并列的畏语动词省略 我们知道并列的畏语动词 可以把它省去 但是如果是借词结束 留下借词 重复的词省掉 但借词留下 本句相当于 we would lay less stress on facts and figures and lay more stress on good memory lay more stress on apply psychology 最后两个中间出现并列 and lay more stress on capacity for men to get along with fellow citizens 后面你发现 重复的东西都被去掉了 但是留下最后借词 这个more跟less不一样 当然不能去掉 但是重复的东西都去掉 最后留下这个借词 借词就是我们那个 跟留下我们的根 这个借词就是这根 这个省略是不要连借词一块省略 这个老知词在前面多次讲过 里面新概念英语第三册的27课 咱们再看看 三册27课里面出现这么句话 it has been said that everyone lives by selling something 据说每一个人都是靠卖东西为生的 in the light of this statement 鉴于这种说法 teachers live by selling knowledge philosophers buy selling wisdom and priests buy selling spiritual comfort 鉴于根据叫in the light of it 根据这个说法 老师靠卖知识为生 哲学家靠卖智慧为生 牧师神父靠出卖精神安慰为生 live by live by live by并列 三个是并列句 重复的畏语动词省略了 但最后借词拜拜留下 live被去掉 这个咱们再复习 咱们二十八课里面 就是四册的166页第16行的中间 复习166页第16行的中间开始 这个咱们讲过 Karlene was entirely ignorant of what the bottle in his pocket contained of the nature of the newness from which his friend was suffering and of what had been what had previously been wrong with his wife but the medicine 再写下去 Karlene完全不知道 他的口袋里装的是什么药 Karlene也完全不知道 他的朋友得的是什么病 Karlene也完全不知道 他老婆以前得的是什么病 都是Karlene完全不知道 Karlene完全不知道 重复的主语被省略了 重复的畏语也被省略了 但只有一个留下 就是最后借词 那并列句 重复的主语畏语都可以去掉 但注意 畏语动词如果借词结束 留下最后那个根 就是这借词 我们在复习以前 钱中书现在是围城的英语片段 英文版本的片段 大家还记得吗 这说得很有趣 因为在一个大学里边 理科生瞧不起文科生 外文系瞧不起中文系的 中文系的瞧不起哲学系的 哲学系的瞧不起社会学系的 社会学系的瞧不起教育系的 因为教育系的 没有什么人可以瞧不上来 他们只能鄙视自己系的教授 一大堆都是重复的微动词 look down on 但我们look down没了 只能叫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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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句话中是个替换 前面这个look down on 后面换成despise 比试 这是一个同一次的替换 但你看 重复的微动词和去掉 但留下最后这个借词on 留下最后那个根 就好了 好 这是我们以前28个老知识的一个复习 那另外呢 我们说重视本文中用的是 lay stress on 但是可以用它 它表示强调或者重视都行 我们还有跟它非常类似的一个 也是翻译成重视 它更强的重视了 这个lay stress on 还可以翻译成强调 其实它本身就是重视 就是这个attach importance to 把重要性贴到什么东西上面 非常类似这个lay stress on 也是类似于重视强调这个意思 比如说看例子 本文中用它可以带进去 来替换这个lay stress on 这个搭配 注意attach important 我们不是加on了加to了 attach 记上贴上脸上的本身 一般就是跟to搭配 本文中可以改成 we would attach less importance to facts and figures and more to a good memory to apply psychology and to the capacity of a man to get along with his fellow citizens 这是attach less important to 这more to 我们to to重复的还是去掉的 这么表达从喊义是非常类似 lay stress on 强调attach important to 重视 但非常类似 含义是类似的 这可以提款 我们将特别 就不那么强调实时数据 而强调记忆力好 没有文字 日常生活知识 只能靠记忆了 然后应用心理学 就这个 选拔人才就没有标准了 情商就被智商重要了 对吧 还有呢一个人与自己同胞融洽相处的能力 到此为止 把的重要性 这个教育的重要性在这说清楚了 那么下面作者就接着去描述现代教育的一些不足之处 下面看我们的第三句话 这句话说 if our educational system were fashioned after its bookless past we would have the most democratic form of college imaginable 这个前面黄页色的到past是结束 那当然是个if从据 这个条件状态从据 如果我们的教育系统 能够按照没有书的过去 就原始社会的那种教育系统去改变一下的话 这个war明显用了虚拟器了 就是我们现在没有按照那个改变 如果与事实相反了 这是与现在事实相反 if从据用一般过去词 B动词通通用war 主句中wood should could mine 加动词原型 这用的是wood加动词原型 后面imagineable 这是后制定语来修饰前面这个college 能够想象得到的最民主形式的大学了 这种ABLE还有IBLE结尾的形容词 它放在名词前名字后修饰 一般来说都可以 而且一般来说差别不大 所以说这个词如果前面有其他修饰语的话 这个ABLE或者IBLE结尾的形容词一般就后制了 它不跟别的修饰语争位置 你看这有一个 the most democratic form of social college 放到imagineable就后制了 这个知识咱们一会儿再去中也会讲到 好 虚拟器比较简单 if从就用war 主就用wood 但是这里边这个fashion 大家可能从词法上的比较麻烦 这个fashion我们都知道做名词可以表示时尚 什么什么时髦有这个意思 但做动词它本身的意思可以表示制造制作有这个意思 表示制造或者制作 比如说he fashioned a toy gun from a piece of wood 它用一块木头做出了一把玩具枪 注意wood不可数明一次 所以一块木头a piece of wood 就这么来说 那本文中呢 这个fashion是做动词 另外一个意思是为了适应什么什么而改变某个东西 为了适应什么什么而改变或改动某个东西 它在常见搭配就本文中的fashion something after something 按照后者来改变前者 按照依照后者来改变前者 是这么一个 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if you fashion your character after your brothers you get along with your classmates 如果您能按照你哥哥或者是你弟弟的这个性格 改变一下你的性格的话 你就能够跟你的这个同学们融洽相处了 融洽相处刚见过get along with 按照后者来改变前者 fashion正是这个意思 本文中只不过用它被动罢了 就如果我们的当代的教育体系 能够按照没有书的年代而做出改变的话 怎么样呢 we would 我们就可能拥有 most democratic form of quality imaginable 能够设想得到的最民主类型的形式的大学 这个form不是形状是形式 类别类型 imensionable老师说了 able还有ible表示可以什么什么的这样的形容词 修饰名词是可以前置可以后置 而且一般来说多数情况下呢 从含义差别不大 所以如果这个名词有其他的词在限定的话 那么这个able或者ible的形容词 一般跟别的词就不争了 它牢牢是躲到名词后面去了 注意这个位置 咱们看看在新概念三册第38个就出现过 第38个在最早的日历 三册的38个 咱们讲过这一句话 He has to deduce what he can from the few scanty clues available 他必须得从他能够得到的那些 少的可怜的不充分的证据里面推断出 他究竟能做什么 就是未来的 这个当代的历史学家 他面临的情况 deduce推断推测 我们必须从去 what he can从什么呢 from the few scanty clues available available也是able结尾的 他可以前置可以后置 一般来说区别不大 那么这个clues这个名词前面有 feel scanty其他的限定词在限定 那么这个available这词就主动后置了 不跟别的争了 放在名词后限定了 咱们再看几个 尤其是前面限定语比较长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能想象得出的最文明的社会 按照本文中说可以怎么说呢 能够想象得出的 因为imensionable 文明的是civilized the most civilized society imaginable 能想象得到的最文明的社会 类似的还有 我们能够设想得到的 最令人震惊的场景情景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情景 咱们的28个讲过 可以用spectacle这个词 那么能够设想得到的 imensionable可以 但用过来咱们换一个 conceivable也有类似的含义 令人震惊的可以用shocking这个词 the most shocking spectacle conceivable 我们能够设想得到的 最令人震惊的这么一个场景 这个也是ABLE ABLE来结尾的这个形容词 后知了 因为它前面有其他修饰语 在没有说 我们说 能够可能的最有效的方案 可能的最有效 可能的可以用possible possible也是IBLE结尾的 那最有效的 有其他形容词修饰的 我们用the most effective measure possible possible也是把它后知的 他放到名词前也可以 但用其他词放的是 他一般后知了 还有我们能够找到的 最有才华的人 the most talented person available available又是ABLE结尾的 他跟别的词不争执了 对吧 他有其他限定词 限定名词 他就后知就好了 好 就是我们就能够拥有 能够想象得到的 最民主性是在大学了 那么下面他进一步来 借古奉金 说为什么按照过去的 这个原始社会的教育 来改变现代教育 反而使教育更加民民主呢 借古奉金 看下面第四句话 比较复杂 咱们接着看屏幕 他说 前面这个 among tribal people 这是一个地点状语 在部落的人 人民之间 tribal来自于部落 那个名词 t-r-i-b-e tribe 是部落 在部落人民之间 怎么样 all knowledge 后面那个 inherited by tradition 这是后知语 过去分词短印到后知语 修饰knowledge 就是通过传统 被继承下来的知识 inherit 咱们讲过其无动作继承 那么被所有的人所分享 share 或者share in 可以表示分享 或者分担 咱们一会会说 这儿呢 是表示 这个分享 好东西吗 所有人分享 分号可以引出并列句 后面说了 it is taught 这个it 当然还是指知识 这个knowledge 这个是被交给了 每一个部落的成员 so that 因此 那么到句末 so that引导 当然是结果状欲从句了 因此所以嘛 但是so that 它有另外一个含义 叫以便于 以便于是引导 目的状欲从句 有什么区别 李老师说过 如果要是以便于的话呢 这个句子里边 叫从句里边的 未语动词 一般是有情态动词出现 寫 may might could would should 等等呢 出现情态动词 中文也一样嘛 反正以便于能够 以便于可以 以便于可能会 什么怎么样 而这个so that 从句中 如果没有情态动词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是结果状欲从句 反正所以 所以in this respect 在这个方面 respect不是尊敬了 多一次做名词 是方面 在这个方面 可以in搭配 每一个人 都为生活平等的配备了 必须的这个知识 这整个的 这个句子的分析 好 我们再看看里边的一些小的细节 首先就是那个 is shared by all 这个share share这个词意思特别多 我们在24课 就是论美那课说 讲过一个 可以表示有一样的 有共同的 还记得吗 in some moves nature shares it 在某些状态之下 大自然有一样的能力 就使人联想到天外世界的能力 有一样的 有共同的 但本文显然不是这个意思 share 有时候还可以表示 与某人共用 或合用某一个东西 比如share something with somebody 与某人共用 或者合用 would you share your newspaper with me 能不能把你的报纸 共用在一块看呢 打开在一块看 share share around with somebody 与某人合住一个房间 可以这么说 但本文中是分享或分担 表示分享或分担 我们用share something 或者share in something 都行 这是share 急误也行 不急误也行 不急误的话 后面加其次in 而本文中用的被动 很明显是急误动词的用法 那么后面加in的 我们在后文中也会碰到 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she shares in my troubles as well as my joys 他分担我的痛苦 分享我的快乐 分享或分担都行 这里加不加in 都正确 都正确 加in的例子我们再看一看 在本课书中 195页的第18行 就在本课课文 195页第18行 出现这么一句话 这表明过了多久之后 我们才认为 必须确保我们所有的孩子 都能够分享 那些在过去几个世纪里 来被幸运的少数人 所有记得起来的知识 这个share in 在这儿分享 跟本文中用被动的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加了解释in之后 意思完全一样 分享或分担 好 再回头去诺 这个知识 it is taught to every member of the tribe 被交给了部落中的 每一个成员 so not 翻译是因此了 所以在这个方面 in disrespect方面的词特别多 in this respect是方面 还可以用in this aspect respect aspect意思几乎一样 都是方面 我们还有一个in this way 在这个方面也行 注意way不但可以表示方法 也可以表示方面 我们三次讲过 in many ways 在很多方面 in more ways than one in more ways than one 咱们也说过 在不止一个方面 三次的词就会讲过 所以way多一次 它跟in搭配 既可以表示 以某个方法 也可以表示在某个方面 在某个方面 in this way也行 我们从这个角度 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用from this angle 也像angle 咱们以前说过 本来就可以表示几何的角度 from this angle 或者是from this perspective 从这个角度来说 从这个视角来看 这个perspect 就是视角角度 类似 写作中 这些搭配 咱们可以做替换 来使用避免类统 从这个角度来说 每一个人为生活都平等的配备了 配备什么 配备了 可以看到后面省论的 is equally equipped with knowledge for life 为生活平等的配备了 必备的这个知识 我们看到 就是进一步说明 为什么原始社会开始落后 但却有个好处民主 因为在原始社会 尽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 因为他的书本都没有 但这一点好着 有一点是好的 那在接受教育方面 完全的平等 这是没有什么 酋长的孩子有优势 普通部落成员就没有了 这就是equality in terms of receiving knowledge 在接受知识方面 的equality的平等 而我们当代 很多人却因为家里的贫困 或者由于出身不好 而没有机会接受知识 没有机会接受教育 至少从这个方面 我们的教育体系 恐怕不如 在原始社会 没有输的时候 那样的民主 这是第二段 作者进一步 说明了教育的重要性 然后很遗憾地指出 当代教育的一些弊病 说是当代教育的情况 看似更庞杂了 知识能教育的学生能更多的 但丧失了 完全的接受教育方面的民主 这是一个很遗憾的这么一个东西 好 第二段 我们跟老师先看到这里